我們這邊 不是我個人 我們都是一群人的 我們看這個問題 中共是沒有實力來登陸攻佔台灣的 這個是絕對不會發生的 所以台灣本島是非常之安全的 但是它會有些做一些小動作 比如東沙、金門 還有一個金門隔離的島叫什麼 馬祖 那些它會動手 因為那些動手 譬如它動了小小手 那它回到去就很英雄的 我和美國在打的 我們在打的 那個個都拍手說習近平有勇氣 變成對它連任絕對是有幫助的 現在你知道它一事無成 做了過去那十年做了書記一事無成 而且拿以前那幾個江澤民 江澤民 鄧小平 胡錦濤 他們那些那些 那些所謂幫中國 賺了這麼多錢 如果給它敗了 連一人客都給它趕走買 連銀行都給它 又倒閉了 所以它現在非常需要做些事情 就來連任 所以它會做些事情 但是我們就看不到它有能力攻佔台灣半島 這個就是我的看法 所以美國可惜拜登 都很想和習近平 和中共做生意 你看看那個大旗就知道了 講話軟弱到沒有 他用那個字recoupling 人家那個協議都沒有履行 履行到六十幾個百分之 第二期根本就談都沒有聽 做了這麼多錯事 又沒有更正它的行為 在世貿的行為 那你又要同意 已經要開始recoupling了 就是等於兩夫婦的其中一個打令 打到一頭糊塗了 現在又說要回到 和好如初了 你說我沒有笑 這件事情就糟糕了 很弱 非常之弱 接著John Kerry又和中共那幫所謂深層政府 也有秘密交易 是不是 接著派過去 那個 不是派過去 那個所謂中間人 那個John Thornton 又在幫他們搞 搞出來 唐娟 孟晚舟那些基本上都放回他們 所以就相當軟弱 我看如果中共真的動手的話 就不會去戰令本島 但是會做一些小動作 小動作就讓你考慮一下到底你打還是不打它 你打還是不打 為了馬祖、金門、東沙 你打還是不打還是不打一場大仗 美國這個要考慮 好 謝謝袁爸爸 謝謝你 袁爸爸 謝謝 那可能要麻煩Lucy呢 就將我們Clubhouse的畫面呢 就放回上youtube那裏先啦 那讓網友呢 都知道現在是一個互動的時間 那你都見到有些朋友呢 Clubhouse的聲音呢 那其實你們可以如果兩邊都聽著呢 只是聽隨便一邊就可以了 就是只是聽Clubhouse或者只是聽youtube 那樣呢 效果就會最好了 還有袁爸爸呢 Clubhouse的聲音呢 就是那個放出來呢 可以調到最大 還有近youtube的麥克風呢 那呢 youtube的網友呢 就會聽得最清楚的了 好啊 我已經調到最大了 是的 我已經調到最大了 是的 謝謝袁爸爸 那我們把時間交給第二位網友啊 Tenwa 你好啊 是不是在這裡啊 Tenwa 在這裡啊 袁爸爸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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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擔心呢 其實呢 那個閘 它這麼大野心 它又說想要警隊全世界 究竟它有沒有可能呢 其實 因為現在美國那邊民主黨 跟它根本有些勾結的 那我真的會擔心 是他們會不會跟美國 就是內裡有警察 那些警察的關係 會不會導致會 中國那邊會把這個 美國和其它國家會 混合呢 我覺得呢 這次我們在美國看到中共很多滲透 全世界都看到很多滲透 包括我們香港 但是我覺得呢 這些事情 做這些事情的人 不是習近平做的 是以前那些流落的 就是中國 由鄧小平開始 江澤民 然後就是胡錦濤 他們一直都在 他們統戰的 然後滲透的 派間諜的 孔子學院 這些不是習近平做的 習近平在破壞的 實際上 所以你說那個滲透已經去到頂了 現在只不過在下跌了 你看孔子學院的數字 你看那些中國國旗 在美國中國國旗 在下跌著的 不是在下跌著的 習近平呢 就反面呢 基本上呢 就拿這個東西停止了 一帶一路 基本上 不只是停頓 直接在那裡消失著 一帶一路成為行為 因為這個人是沒有能力建設的 只有能力破壞 不同以前那些人 而且以前建設的那幫人 已經失勢了 因為他們拿了很多好處 有貪戶 所以已經被習近平反貪案搞到七七八八 以前一帶一路 那個人都有貪戶 那個人都有錢分的 那這幫人呢 習近平搞了之後 現在這幫人已經沒有了游泳了 所以已經沒有動力去做一帶一路這樣的事 那你只是看到那些煤礦 煤礦是一個非常貪戶的 官場勾結的生意來的 那他就刪了它 說蒙古要追究20年了 過去那20年了 那變成了現在這幫所謂的 他那個所謂的滲透 和他們的個人利益 和國家利益 黨的利益 不是說國家 黨的利益是全部串在一起的 但是這些這樣的行動 現在基本上 全部在這裡下滑到離譜了 直接插水了 所以你不用 我就覺得我們對全世界不用怕 但是就要快快手 快快手 要脫掉它這個害住 要不然它就想一些新的東西出來 今天搞病毒 明天搞另外毒 什麼毒什麼毒 它都搞出來的 所以我現在急的 就不是急它說它越來越惡化 它會出這樣的怪招出來 就傷害全世界 謝謝 謝謝你 月伯伯 不過我都希望祝你們一班 在外地的香港人手足 最重要是成功在亡 我們場外的人 都是在支持你們場外的人 還有我們現在都是在裡面撐著 所以祝你們成功 我再加兩句不好意思 我這幾天都在想著 那個演講那裡 因為我實際上講到最後 我們是主家來的 要講什麼 現在我們大家在聊天 沒所謂 留給你聽 我就用這個麥卡薩 麥卡薩將軍講那句 是吧 他說I will return 那時候他在菲律賓 被日本人趕了出去 他就說I will return 所以我想用這些句 就是We will return 就是說我們香港人 我準備用這個來做 每天講話的主題 就是那個主題 錢包包你都要保重 我們香港人難得有機會發聲 就是袁爸爸你加油努力 那青鵝在場內都自己要保重 多謝 多謝 多謝你們給我 有機會跟袁爸爸聊天 多謝 不用客氣啊 青鵝你之後都可以繼續參與這個直播 遲些都會有機會 可以跟袁爸爸去互動 我們如果在Facebook Youtube的網友 沒有Clubhouse 都可以去到App Store去download 那就是download完之後 進了這間房間 在右下角舉手上來 都可以直接跟袁爸爸去互動的 那你們有什麼問題 或者心聲呢 都可以在這裡跟袁爸爸去講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下一位網友 KK KK你好 袁爸爸 你好 袁爸爸剛才你剛剛提到 那個潛水艇的事件 其實我想問一問你就是 你覺得他們如果在台海這樣扣下去的話 他們最後會不會帶上來呢 我知道你剛才說會在外海 但是很多人都說他們會在台灣滲透 跟國民黨勾結 你怎麼看國民黨和這個滲透的問題呢 講了台灣滲透國民黨民進黨 跟共產黨勾達到一塌糊塗 不過幸好現在打仗 跟這些人沒有什麼關係 但是那個台灣的滲透 跟香港一樣的嚴重 每個人都打算跟大陸做生意 找回多少 一樣嚴重 我講回來 那個問題呢 我曾經都講過 以前呢 中國那個合潛艇裡面 那個所謂 所謂 political commissar 就是說 就是負責政治的 很大的政治 政治還大 那個所謂 所謂 Admiral的 就是負責 那他跟我說 他說 我問他 你怎麼搞美國打 是不是開玩笑 他就說 是 我們有一套計劃 一定要摧毀美國 一個航空母艦的艦隊 那他就迫著他 就會退兵 或者大家和談 因為 你講的 黃烏武艦 我艦隊 是幾千人 差不多上 艦隊不是一艘船 是整個隊 那分鐘是一萬人 如果你可以摧毀 它對艦隊的話 美國就無心亂戰 死的人多 美國有輿論的 為什麼我們死這麼多人 慢慢死也不同 在太平洋政爭 一路一個一個島 那些美國人就守得住 但是一下子死了很多人 就是九一天 他就很激動 當然 有兩個可能 有你報復 或者你談判 如果是好像 小Busch這樣的性格 Busch是鬥格來的 九一天之後就報復 但是拜登這樣的性格 這些事情如果發生了 它就是來和談 這次這艘潛艇撞到的東西 分分鐘就是它的 它的所謂無人 叫做無人潛艇 它下面有無人潛艇 還有無人設施 整個南海下面 中共老了 美國又報了網 下面報了很多機關 很多設備 中共又報了很多 Sona 可以偷聽 不是偷聽 那些船怎麼走 根本那個南海 大家都 我們看不到 我們普通人看不到 它們兩邊看得清清楚楚 中共就有計劃 用海底的設備 來搞定美國 很多事情 我們用看到的 在海底的 它可以做很多事情 來毀滅美國的艦隊 所以你最近都聽到了 美國說分布式 分布式 分布式就散開了 你真是搞定了 每一下子都給你一鍋翹氣 不會整個艦隊給你一鍋翹氣 所以你看到最近美國在搞分布式 然後美國就在那裡試念 你是不是在那裡 有三次 福特的航空母艦旁邊 弄些深水炸彈炸 它就知道 它中共有海底攻擊的能力 不是這麼困難 你如果弄個小的原子彈在海底 小型的原子彈 完全可以 可以堆壞你整個艦隊的 這些事情 就是 現在在海底發生的事情 我們看不到 但是實際 這些海戰 海底 是比海面更重要 麻煩 麻煩袁爸爸 網友如果在Clubhouse裡面 大家進來之後 可以在右下角舉手 我們繼續跟袁爸爸去互動 我們看到有網友 他在那裡問 接下來10月16、17日的演講 他們是可以用什麼方法去報名參加呢? 如果你不是 你在 現在那個YouTube下面寫著 香港freedombeacon.com Lucy麻煩你拿個二維碼都打出來 放在右上角 如果你想參加 但是我現在都在考慮著 值不值得播 如果不值得播 肯定都是遲一點點 我們就會整個過程 起碼那天演講 17日晚上 17日下午的演講過程 就要播出來的 其他那兩個就未必 吃飯呢 我們覺得吃飯的氣氛很重要 不要太多記者 或者採訪或者拍攝 或者拍攝 那些人吃飯都不值得 但是呢 17日下午那個就是公開的 我估計那個我們會公佈出來 Lucy好幫忙 右上角是不是有個二維碼 如果你要參加的話呢 下面呢 那時候他和我放在Hong Kong Feed the Beacon 那個網頁 右上角那個呢 如果你要參加 或者想贊助別人參加呢 那裏上面呢 你就掃一掃上面 那你贊助多少錢呢 我就 我就跟你 那麽多錢 那很多人未必可以付錢 我們收的不是收的很便宜 那很多人呢 就給不起呢 我們就用贊助這個辦法 但是票價我就不想調整 就不想打折扣 因為這些事情做了 以後呢 人家每天買這個票 整整一下那些票會便宜的 那怎辦呢 所以不行 我們只可以幫別人 但是不可以 那個票價就要均均均均 是 麻煩袁爸爸 那你的網友呢 就可以去回香港自由燈塔的網頁 直接就報名去買票參加 或者親身參與不到的網友呢 都可以好像剛剛袁爸爸說的 可以去到網頁有個link的 或者是現在YouTube的畫面 那個QR Code scan了 就可以去贊助這個活動 那有些就是 譬如一些學生 他們沒有能力去負擔那個票 那就是袁爸爸他們呢 都會贊助這些的學生呢 去到來到去參與這個演講的 那就是希望多些人去參加 那我們都將這個時間呢 就交給下一位網友 不如新疆人你好啊 Hello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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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爸爸你好 你好 謝謝 我小小事請教 那美軍呢 會不會有些策略呢 中共呢 在南海打一仗 小月去衝擊 那台海就不要打了 死得很多 那打給全世界看看 教育一下他 會不會有這樣的策略呢 原本呢 原本如果是特朗普連任的話 那裡的想法呢 就是去南沙那邊呢 就拆走了中共那些這樣的基地 軍事設施 因為那裡他們沒有法律權 你沒有法律的地位 在那裡搞兩個基地的 原本他們就有這樣的計劃 但可惜特朗普沒有連任了 特朗普不是這樣的 就是派船去炸了你 就炸了你 你拿我怎麼樣 而且中共那裡是沒有法律地位的嘛 因為在海牙那邊已經說了 它沒有權 就是九段線以內 它根本就是 九段線是沒有法律 完全沒有法律根據的 只不過那個畫地圖腦 或者那個時候畫了十一段線 中共用來講是它的國界 不是中國的國界來的 那個九段線或者十一段線之內 所以很可惜拜登肯定不會這麼做了 現在只可以有希望或者擦槍走火 好像這次這樣的潛水艇的問題 這個實際上遠遠超過擦槍走火 但是如果有這樣的情況發生 美國又沒有被人抓住那個人質的話 這個是可能會演變一個軍事衝突 如果軍事衝突來講 如果有準備的話 就是美國贏的 如果有意外的話就講不清了 那你就知道了 意外那個大家的主線能力 還有那個運氣 要講運氣的 它現在就是這樣的情況 大家都在那裡 但是就非常的緊張 那個形勢非常緊張 麻煩你